小孩 问你个事 那边是不是有个村子 夜里来我一次 差点不记得了 谢谢啊 真香 小朋友 把你糖葫芦给我看看 还我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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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量不大 吃多了就会拉脱 等会儿 你先告诉我 这糖葫芦谁给你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这样 这给你 这归我了 好不好 不过味道还是可以的 你没回家 让范思哲回去报信了 坐 给你儿子做的 男孩子嘛 总爱这些东西 挺好 做得惊喜 孩子没见过我 连上爹都没叫过 想必是你多年立家的缘故 我欠他 以后就好了 以后你也不用再躲着了 皇上都知道你活着 你不是说想离开京都吗 可以开始准备了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你自己想啊 想好了告诉我一事 我帮你准备车马 京都水深 早日离开也是好事 省得你家人整天被你担惊受怕 你呢 我的鸡腿姑娘还在京都 我就不着急走了吧 对了 你还没说你找我什么事呢 你还没见过我的家人呢 我来得匆忙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不必了 孩儿的娘 范贤来了 见过小范大人 教生大人生分了 若论辈分 我该称您一生嫂嫂 大人身份高贵 这可不敢当 监察院门口那块杯写着 人生来无贵贱之别 何谈高贵 这可不敢当 儿子呢 高风跑回来 来 有客人 打声招呼 见 给你做的 习不喜欢 喜欢 好了 好了 别光顾着玩 来 叫叔叔 就是这个怪叔叔 乔尔堂葫芦 你